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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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我七天假 苏小慧立文 还我七天假 就我们认为举例来说 像最近蔡英文政府她砍掉劳工的七天国定假日 大部分的LGBTQAI她都是来自于劳动阶层的一部分 我们相信大部分的LGBTQAI她都是受护者 今天蔡英文要砍七天劳工的国定假日 其实就是在打压LGBTQAI的权益 这就是这个体制在镇压我们的手法 打压少数人 并且借由打压少数人的合理性 来打压多数人的劳动权益 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希望可以作为一个左翼团体的身份 把我们的观点带到同志运动当中 因为我们要对抗的 不单单是所谓的异性恋霸权还是保守宗教势力 甚至是我们要对抗整个父权资本主义体制 所以我最后还想要再讲一句话 反对三点七天假 同志也要参一咖 政府的政府就有很大的问题 她只想要做一些现在看起来很大比较正式的事情 但实际上她是有很多不同的 你今年的主题是戳破加油三分 她不知道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类似的 这个就是贾友三分 以我亲身的经验呢 对这个贾友三分其实就常常接触到 就包括说 你可能你的单位的长官 或是你的同事可能就会反映说 你是个警察 而且还是个男警 你怎么可以留长头法呢 那好 那我们到最后呢 我们尊重 你有留长头法的权利 好 那我也尊重 你可以打扮得比较女性化一点 但是呢 不管怎样 你就是个男警 所以你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那样 不可以怎么样 好 真显然就是一种 只要友善的情形啊 我觉得她现在 就是整个社会上的氛围是 就是对于同事或是对于是 不是标志是什么 是就是会有一些 就是可能 保守的 施力或团体 他们就是 就是对于尊重之彼 然后使用一些 一些偏见过实施的行为 对 像是谁就是 武漢道理的话 有这个节目 就是有邀请正反双方 对于民法修 这种影片 对然后 他们就会说 我们对于同事是很 有害 然后就是他们很 我们有同事朋友 但是 基本的代表是很重要的 对 所以就是 就是 当然说那个 民法修正其实只是一个起点 但是 就是对于多元性别的处境 其实就不只是 只有 像法律制度上面的 就是 还要整体社会上面 对于 就是多元性别的一个 实际上的支持